我逐步來看,但第一個我們把那個註解的部分 我先把它先打上去,那理論上的話這些就是123,有沒有123 這個本來是沒有的,把它delete掉 那你把註解打上去之後的話,接下來就要鑽血程式,鑽血程式的話也非常簡單 特別注意就是說,上面的物件名稱其實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那個蓋藥裡面都會有 而且大小寫,你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後面刮物不是有edit test 然後後面有button,edit test 也就是將來你在鑽血程式的時候,這個名稱就是將來你鑽血程式的類別名稱 OK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直接開啟這個我們sauce裡面的這個main activity 它的位置就是在sauce裡面 在這個地方找到這一個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原則上我的習慣,反正就把註解打上去 123,然後再來撰寫 我們需要的程式 那位置記得就是跟Hello World的一樣 那第一個的話,我們就打上那個 T01.T02 那你宣告的話,可以宣告在一起,如果有兩個對不對 左邊右邊嘛 華氏 攝氏華氏,那你就宣告 在同一行 然後把它怎麼樣呢 匯入進來,import進來 有沒有 就OK了 再來的話就是button 所以 button 名稱的話 然後名稱我叫b01,也是一樣 就把它匯入進來,這個我想應該跟前面一樣,沒有問題 比較沒有問題 再連結的部分的話呢,怎麼連結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把上面這個按ctrl鍵 然後拖拉下來 來 就把它怎麼樣 這個再把移到後面去 這樣會升達很多字 等於什麼 小瓜糊 小瓜糊意思是說強制轉型的意思 然後打一個list 點 F 翻譯把id大R 點id 你用id 用Enter就好了 點 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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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名稱不對 一直記得那個 ED01 OK 結束掉 再來的話,底下部分 當然你可以偷懶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偷懶的時候 你就要很細心 Ctr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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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 但是千萬要小心 我看很多同學寫錯都是因為這樣 貼上之後呢 只改前面後面不改 有沒有 那結果怎麼會正確 所以特別注意 頭跟尾要怎樣 都改過 ED02 再來的話 Button 那這邊等於 等於之後的話呢 也是一樣 強制轉型為一個Button 那